Hello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学习吧的推广伙伴Winny 今天为各位介绍如何用新北市青丝生平台的账号登录 并且导入自己的学生 首先我们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 在Google的搜寻列搜寻学习吧 如果您本身使用的是苹果电脑 苹果电脑使用的浏览器请您改为Safari浏览器 那这边我们使用的是苹果电脑 我们就用Google Chrome来说示范 首先在这里搜寻学习吧 我们找到Renmo学习吧的网站 点选进来之后 在右上角点选会员登录 右上角 好我们在会员登录的下方 左下方有一个新北市青丝生平台的按钮 点选进来 进来之后呢我们在右上角 有一个登录的粉红色按钮 点选一下 好在这边请您输入您的校务行政的账号跟密码 那我这边用一个测试账号做示范 好这边请您输入校务行政系统的账号跟密码 登录 好登录后呢在这个画面是青丝生平台的首页 我们将画面拉到最下方 好将画面滚动到最下方 在云端资源专区 论范学习吧呢在这里有一个黑底猫头鹰的图案 我们将滑鼠移上来 然后并且点选左下角的小箭头 点选这个小箭头 它就会联动直接登录到学习吧平台了 那登录后呢我们可以在第一次登录的时候系统会询问您的身份 是老师还是学生 那还有是否要设定一组平板平台的专属密码 那这组密码方便您如果使用HTC Flyer平板来操作的时候 做登录的使用 那如果你本身没有使用HTC Flyer 我们可以只要选择身份就确定 如果你需要使用平板 Flyer平板我们再做密码的设定 那因为我这个账号已经有登录过 所以我们这边就先略过刚刚的操作步骤 那如果说你当初的设定有问题 我们可以利用右上角 点选你的账号名称 再点选第三个 个人设定 进来之后呢 你可以看到你的相关的讯息栏位有没有正确 那因为学习吧系统是分信跟名两个栏位 那你第一次登录系统带进来就会整合在一起 你必须把你的姓名做手动的拆开 然后下方这边我们可以去做修改密码 也就是设定一组密码 可以当作是备员密码 或者是当你未来 可能有需要使用HTC Flyer平板的时候 我们再做一个设定 那下方这边有一个身份别 那请您注意老师要记得选择的是老师的角色 那在下方这边点选确认就完成储存 那任教学校的地方系统会自动帮你带入你校务行政系统里面 所属的这个学校资料 如果这边的资料有问题 请您做手动的修改 这边可以下拉式选单去选择 然后可以去选择这个区域的学校 然后最后请您要记得点选红色的确认储存 就完成了基本资料的设定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怎么样使用学习吧平台 快速导入自己的学生呢 我们这时候请你注意滑鼠的位置在左上角 滑鼠在左上角 我们点选这三条线 三条线展开来更多的工具列 那请你点选第二个成员管理 那这个按钮是只有当你是老师身份才会看得见哦 我们这边点选成员管理 进来之后我们看到画面正中间 有一个绿色的导入青师生账号的按钮 点选一下 这边系统会去跟校务行政系统的资料做一个整合 那我们这边呢会把你任教的班级跟科目通通列出来 例如我这边想要将306跟204国语的同学拉到学习吧 我们只要在前方勾选后再点选右上角的建立群组 这边也会告诉你 你将建立两个班级群组 点选建立 这样子呢 你就很快速的把这两个班级的学生直接拉到学习吧平台咯 这样是不是很方便呢 好 那我们来检查一下在306里面 可以看到你自己的班级学生资料是否正确 那如果你在操作上面发现这个班级资料的人数有问题 或者是在你一开始导入青丝生账号这个地方找不到班级 那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校务行政系统资料有问题 或者是你的所属学校在系统的所属学校就是刚刚右上角这边 个人设定的学校是跟校务行政的资料不符合 这样子没有办法做一个整合的动作 或者是说现在中年级以下三年级以前的孩子到一二 可能三年级部分的学生可能还没有建立青丝生账号 也会出现有班级可是没有人数的情形 那请你呢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这个情况 让我们了解说是系统的问题 还是是校务系统 校务行政资料的账号的问题 让我们都知道可以帮您做一个解决 那这样子的方式呢 您就已经将学生拉到学习吧平台里面了 那接下来会说明这个登录 以及导入的这个账号要怎么样来利用学习吧的课程 那我们接下来呢回到我们的学习吧特色课程中 请你点选左上角 左上角学习吧logo这边可以回到你的个人首页 那我们可以直接点选推荐课程 在中间滑鼠在中间第三个 推荐课程里面我们用国语日报做例子 点选国语日报的课程 这个图片点选进来 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直接点选红色右上角红色参加课程 确定老师的动作就是请您先参加课程 再来第二个动作请你点选申请助教权限 第二个申请助教权限 你就可以呢在这堂课程指派自己的学生进来 我们将画面滚动到下方 下方这边有一个成员管理 成员管理进来你可以直接点选第三个 叫做加入群组成员 勾选你想要指派的班级 前方勾选之后加入成员 这样子就把亲师生平台里的学生直接派到课程中 那学生只要登录学习吧 他就可以直接看到这一堂课 然后可以开始进行学习 那国语日报课程里面我们每周一到五都会更新内容 里面会有一二版的文章内容 一二版的文章内容 以及朗读重点新闻的线上语音作业 并且呢我们在每个礼拜三五都会有相关的素养挑战测验 都很欢迎老师呢利用我们的学习吧平台资源 然后以及跟金美式金师生账号结合的这个功能呢来做使用 谢谢